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说到某政府单位就是这个州政府爆发高层集体贪腐的丑闻 就有一条影片显示一些州议员正在跟行贿方的商议 他们通过支持某一个项目所收取的这个数十万令吉的贿赂 那经过消息人士指出一旦告密者获得保护的话 将会向反贪会举报他 并将这个影片这个短片移交给反贪会来协助调查 就看那些新闻就讲说现在就把那个矛头指向沙巴州 那事件爆发以来有没有哪些政治人士是被牵扯其中的呢 对这个影片一传出的时候 其实因为没有说是哪里一个州属 然后又说是涉及了多位议员 所以引起各种的猜测 有猜测是雪兰儿的 有猜测是国盟的州属的 但其实如果有看整个事情的发展 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并不是反对党的州属 因为若是反对党的州属是不需要如此遮遮掩 直接大力的调查就行了 就像全首相慕游廷的案件 所以一开始就可以排出国盟所执政的四个州属 那很多人都怀疑是雪兰儿州 因为雪兰儿州其实在几个月前就涉入了首长大臣前秘书的一个贪腐案件之中 这个案件也调查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但却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现在突然爆出有多支影片是证据确凿来指证多位议员设案的 想当然了大家就会直接联系上雪兰儿州政府 但现在其实事态是很明朗化了 其实并非是雪兰儿州政府 而是沙巴州 这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因为沙巴州首席部长哈吉吉诺 也已经跳出来对号入座 说自己有被指明到这些影片之中 但是他当然否认有涉及案件 而沙巴首长也呼吁反贪委会去对付这一位吹哨者 先去调查他才来调查我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除了哈吉吉之外 另外两位州议员现在也已经浮出台面了 大家都已经认出了他们的声音 而他们也出面讲话否认 一位就是金马旺州议员陆宾 他是非常资深的议员 历经乌统 然后跳槽到瓦里山 现在又跳槽到哈吉吉的阵营 那另外一位也是沙巴州的议员 就是新都民的选区的州议员 Yusof Yacob 所以他们两位都否认 甚至声称这个影片是伪造的 是AI所制作的 然后呼吁当局去调查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案情 但是大家必须明白 根据吹哨者 也是这位爆料者所提供的资讯 他手上有八只长影片 现在泄露出来的 都是短短十几二十秒的短影片 所以还有很多是会揭露出来 会浮出台面 据传有涉及高达十来位的州议员 那看来这位吹哨者 他据说自己手上有很多的证据 可是现在就引来了一些死亡的威胁 那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的首相也出来讲话了 就讲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真的是要侦查清楚 那到回来呢 我们再看 到底怎么看这个吹哨者的做法 还有科普一下 2010年告密者保护法令的这个保护 守着Melody 早上你好 我是Vivian Vivian Vivian 继续跟我们的Melody S of All-in 我们的视频 主持人就在宏伟祥律师 宏律师早安你好 宏律师早安 所有听众早上好 好 刚才我们就聊到 关于这个州议员被报集体涉及 关于这个贪污案嘛 那现在呢 大家都把这个关注力 就放在沙巴州 那当然沙巴首长呢 阿姬姬也出来就说话了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比较关注是 关于催哨者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是真的 我们一般人 如果手上有证据 那他就声称 自己掌握更多的证据 只是还没有被披露出来的话 那现在他就说 自己已经接到了 这个死亡的威胁 就寻求保护 先生你怎么看他的做法呢 确实哦 因为揭露这个弊案的人 肯定是很担心自己安全的 因为有一句话叫 民不与官斗 贫不与富斗 所以他既然手握这么多的证据 然后他又会 激到这些人的饭碗 所以他肯定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而且他本身也极可能 涉入了这些案件之中 因为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证据 为什么会有这些录影 其实这一位商人 这一位催哨者 他贿赂了州政府的官员 贿赂了这些州议员 想要拿到这些project 可是最后他没有拿到 所以他就去跟这些议员谈判 我给你们的这几十万 你要退回给我 因为你们答应我的东西 并没有做到 所以影片的内容就是如此 所以他本身也是 极度可能有涉案者 但是他的代表律师已经发言了 你不能说我是贿赂者 就是给予贿赂的人 我就是涉案的人 因为他是被强破的 在沙巴州你没有给这些钱 你就不能拿到这些发展项目 甚至你的执照也会被吊销 所以他说他是被迫来受贿的 所以这些行贿方 这些压迫这位商人的议员 官员才是罪魁祸首 那回到议员的问题 吹哨者保护法令 其实是2010年 由国阵政府纳吉时代 所制定的一个法律 但是制定到现在14年来 其实没有发挥任何的功效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漏洞处处的法案 在定立衣食的时候 就引来公民社会 包括当时的反对党 行动党 公正党等的大力抨击 因为这个法案实在是太多漏洞了 其中他规定 你只能向反弹会举报 而且必须只向反弹会举报 你不能向媒体去爆料 所以他形成的漏洞是什么 如果你向反弹会举报 反弹会不采取行动 你又无法向其他方面来举报 来施压反弹会 那就会出现失诚大害 贪腐不能被调查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沙巴州 议员集体陷入贪腐案件 会引起这样大的风波 马来西亚人民那么注目的原因 其实关键就在于 这一位商人 这一位催笑者 他写信给反弹委会 说我有很多的证据 证明这些议员贪腐 我现在给你一个短的影片 十多秒的影片 你必须给我保护 你给我保护了之后 我就会给你完整的证据 然后给你去进行调查 但是反弹委会却拒绝 然后首相安华也直接出面来讲 我们不会给你任何保护 就形成了一个很吊诡的情况 就是明明有证据确凿的情况 但是贪腐案件却无法被进行调查 这绝对是一个天霸的消化 当然首相安华有讲 因为他可能这一位商人 这一位催笑者可能是涉案者 所以他是涉案者 他就不会给予保护 其实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给予证人保护 或者是污点证人的保护 污点证人就是你有涉及到案件 你本身是不干净的 但是也会给你一些保护 所以你不能一刀切直接说 我完全不给你保护 这其实是把这些想要揭露犯罪 揭露贪腐的人给吓跑 而且他已经受到死亡为下了 你却连基本的保护都不给予他 所以这点是完全说不过去 这也是为何引起全民的关注的最主要原因 那现在安华他就站出来说的这番话 虽然引起大家的关注 可是这件事是他的管辖的范围之下 还是完完全全这个case 就交由反弹会去测查 接下来的进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意的吗 当然首相安华不是去调查的人 可是他是政府的第一号人物 那现在反弹会不愿给予保护 也不愿进一步的去调查 而且涉及的就是一州政府 涉及州首长 涉及十来位州议员 所以这是为何当事人这一位吹哨者 会写信给首相 要求首相介入的原因 你首相不介入 那你会给人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也会让整个政府的印象被拉垮 你是否是同流合污 是否是因为沙巴州政府是支持联合政府的 是你们的一员 所以你就观观相位就保护他 所以首相安华必须尽快摆出 一阵延迟的立场 我们马来西亚必须是拒绝贪腐的 否则人民对政府 对我们国家法律的信心 又会再次的被削弱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到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 会不会悠转的一个情况 当然很多时候呢 像这样子的案件被翻出来的时候 我们人民都希望会有一个答案 就像最近在国会呢 有一些人就讲说 为什么在国会呢 有人不正面回答 我们的这个马华国会议员 魏家强早前呢 就抨击教育部长 就有关华教课题的问题 都没有得到答案 到回来我们继续聊首相 早上你好 我是Vivian 文文文一样 该继续聊天 这边的《melody》 也在《all in audio》 是已经在红卫乡律师 红卫乡律师早安你好 Vivian你好 所有听众早上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事件 就有关于马华的国会议员 都司理魏家强 早前呢 就抨击教育部长 法因娜呢 至少拒绝在国会 回答有关华教课题 他想多达八次那么多了 那对这件事件呢 教育副部长 黄家和呢 也在他的个人脸书上呢 就说魏家强好像有一点 装懂不懂 企图要制造呢 政府不重视华教的一个现象 然后就引起很大的 一个隔空骂战了 那关于这个华教的课题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吗 首先这个很明显 已经演变成一个口水战了 魏家强发出了抨击之后 黄家和反驳魏家强说 你不懂装懂 Fantina之前已经回答了 然后魏家强又说 你是不是华语不好 我讲得那么清楚 为什么你听不明白我所说的 然后现在黄家和又出了 一个贴文来调侃魏家强 讲说哇我的华语怎么好 你却说我不好 我对不起我的老师等等 所以你看整个焦点都模糊掉了 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明明是一个震荡的提问 为什么最后会演变成如此 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陷入口水战 吵了一轮之后 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 什么事情都没有揭晓 所以这是非常不应当 非常不恰当的情况 那回到这一个风波 其实魏家强质问的是 教育部长 为什么我屡次提问 关于华教的课题 你不能在国会回答我 你就只是书面来回答我 那黄家和就反驳魏家强 你不要乱带风向 法律娜是有回答的 然后他说之前 李存孝就是行动党的国会议员 判委是公正党的国会议员 有提问跟魏家强 相类似的华教问题 法律娜已经回答了 所以你不要不懂 华总法律娜也会回答你的问题 听起来两方都有道理 黄家和说已经回答了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为什么魏家强说 你在转移焦点 你华文不好 因为魏家强的提问 是很清楚的质疑教育部长 为什么你只用书面回答 我所提出的华教问题 所以黄家和后来说 法律娜之前有回答这些问题了 其实他也是用书面回答的方式 他并不是在国会直接来回答 普罗大众可能不是很明白 国会部长的问答情况 国会议员提问了之后 部长可以选择 直接在国会的时候回答 或者是让部门准备一个书面回答 就是以信件的方式来回答你 两种情况 那我们现在就探讨一下 为什么国会直接回答 这么重要 魏家强一直要要求在国会回答 因为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有去过法庭 或者是看过那些港剧 关于这些法庭案件的 你就会知道 在法庭审理案件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交叉盘问 就是你讲的话 我们不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就有律师来盘问 从那边挑出漏洞 所以现场问答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现场问答 你才可以交叉盘问 所以魏家强不是不知道 政府已经有书面回答 有拨款 一亿六千万 但这是你教育部的说法 实质上真的是这个数额吗 那里面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 这个你要在国会回答 我可以进一步的提问 而不是你用一个书面来打发我 然后里面又语音不想说的不清楚 而且华教的拨款 一直有很大的水分 很多的水分 教育部都没有正式回答 所以有必要性在国会接受交叉盘问 所以这个才是中间 大家不要模糊了这一个焦点 黄家和的回应其实证实了 教育部长Farina或者是他本人 在国会都没有直接回答过 关于华教的问题 都是在国会之外用书面的方式来回答 所以这恰恰是反证了 魏家乡所说的东西 为什么华教课题不能在国会直接来问答 直接来被盘问 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 那如果是书面已经回答了之后 下一次的国会 他们可不可以针对同一个课题 来继续再盘问的呢 就比如讲现在提出的三个华教的问题 就是个源流学校的拨款 捐资建校的计划 十加六的华小计划等等的这些 都想知道政府目前有没有哪些进展 那一次书面回答了之后 我可不可以下一次在国会的时候 又再提问的呢 可以当然可以 可是因为他不是直接回答你 所以他可以给你一个绕花源的答案 或者是重复过往的答案 就算你在深入的回答 他也可以牛头不对麻嘴的来回答 所以这就是为何 魏家翔强烈要求要在国会直接回答的原因 你回答了 我觉得你讲的不对 你讲的这个有漏洞 我觉得这个要进一步解释 我可以直接来反驳你 直接叫你解释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教育部到现在都没有做到的 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待加强 这感觉上呢 我们也很无奈 就希望不论是哪一位国会议员都好呢 如果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至少现在要有这种新闻浮现出来呢 我们也可以多加关注的了 那最后呢 我们看看这则新闻 就是有关于政治元老敦达因事实的消息 到回来 我们再关注一下 首者Melody 早上你好 这个星期呢 我们当然也是要关注一下 关于这位政治元老敦达因呢 他事实的这个消息 那据说呢 他生前对于马来西亚的贡献呢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特别是在我们的前手下 马哈迪的领导之下呢 他本人也解决了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 一个经济的问题 只是近几年呢 我们比较多关注于的 就是他去年5月的时候呢 就因为涉嫌23亿令吉的 这个贪污案件被调查 那直到现在 其实这个案件是怎么样呢 这个案件现在还处于调查的阶段 不幸的 在达因接受调查的阶段 他就离世了 当然达因的身子一直都不好了 包括他有挑战反弹会 对他进行的调查 政府对他进行的指控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照片 其实他已经是不良语行了 要坐在轮椅之上 而且整个人是非常非常虚弱的 而且他也已经86岁高龄了 所以这一次的死亡 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有一些令人感到遗憾 因为针对达因的各种贪污 或者是滥权腐败的指控 基本上应当就不会在法庭来进行审判了 因为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 如果嫌疑犯死亡了 或者是案件进行途中死亡了 那一般上案件都不会再进行下去 因为我们不能缺席审判 但是已经死了 他不能辩护 他不能提出证据 那些所不公平的情况 而且达因到现在还没有被提空 他只是被调查而已 那聊回这位政治员老敦达因 生前对于马来西亚的贡献又有哪一些呢 我们也略略来科普一下好了 达因绝对是谈近代马来西亚 不可忽视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达因有多么的重要了 我们在一周O1也讲过 财政部长在西敏市议会制度 被称为次下就是首相的时候第二重要的部长 财政部长掌握的权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从1984年到2003年 马来西亚就三位财政部长 一位是敦达因 他从1984年当到1991年 然后1999年在金融风暴 安华被革除之际 又临危受命 回来当了两年的财政部长 所以他当了总共九年 然后第二位就是我们的现任首相安华 大概做了七年的财政部长 那另一位就是我们前任首相马哈迪医生 马哈迪医生在1998年的时候 短暂兼任了一年的财政部长 然后在2001年 敦达因第二次卸任财政部长职位之后 他又兼任了财政部长 直到2003年 他从首相职位上退下来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三位财政部长 两位是首相 另外一位就是敦达因 而且他在这20年 是执掌最长财政部的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了 其实对于达因的抨击非常之多 尤其他是一个巨富 遥传他的身家超过1000亿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有多少的身家 有多少的产业 所以现在在调查阶段 其实反弹会只是要 达因列出他的所有财产 敦达因拒绝 他说我这么多生意 我自己都不记得 你还要我去列出 你是刁难我 而且只给我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现在反弹会 对他的争议点只是如此而已 那Vivian有问到 达因的功绩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 他是巨富 他的财富是哪里来的 这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是否有贪富的嫌疑 我们也不能妄下定论 但是他对马来西亚的贡献 是非常之去大的 我刚才提到 1984到1991年 他是财政部长 老一辈的听众 应该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这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经济腾飞的时间 被誉为马来西亚的黄金十年 当时是马来西亚经济成长 最快的十年 甚至可以来到8%10% 你看我们现在才3%4% 然后敦达因 两次临危寿命 出山来拯救 濒临瓦解的马来西亚财政 第一次就是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又面临政治斗争 副首相跟财政部长安华被隔职 他重新出山 重掌财政部长的职位 稳定了马来西亚的经济 用两年时间度过了 席卷全亚洲的金融风暴 第二次出来救亡 就是2018年改朝换代的时候 他以80岁的高龄姿态 出掌 鼠老会 还有国家经济顾问的职位 最主要的职责 就是给予我们的首相 敦马哈迪医生意见 怎样去挽救这个国家 因为当时政府的说法是 马来西亚千疮百孔 我们的经济状态非常糟糕 我们的债务很巨大 所以我们要达印出来救亡 当然当时不只是达印了 还有前央行行长 还有郭鹤联 这些人一起出来帮忙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他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希望他能够安息 那对于他的身家的疑问 甚至是他的case的这一个下文 其实会不会牵扯到他的家人的呢 因为他现在人也不在了吗 如果是刑事案件 比如说贪污滥权 我是不会祸及家人的 我们现代法律是没有连作法案 是如果确认了 他造成马来西亚政府的损失 那政府可以通过民事 来追究他的遗产 所以遗产是不能免于民事责任的 如果你有欠人钱 你的遗产是要拿来还钱的 所以他的家人 如果有继承了他的遗产 那就要去还这些赔偿 好的 当然也像洪律师所说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这一号人物呢 在这么多年下来呢 对于马来西亚经济的一个贡献 也希望他安息了 今天针对几项课题 我们非常感谢洪律师的极闭分析 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你 好谢谢